在這段期間 我希望所有的業者也好 上游製造商、供應商也好 一定不可以跨越這個紅線 一定要遵守公平交易法的規定 不可以有聯合調唱 或是限制價格的行為 如果有的話 本會絕對會依法處理 衛生紙業者希望調漲價格 引起公平交易委員會關切 公平會除了在23號當天立案介入調查 更派出消保官前去各大賣場 了解業者是否有違反聯合調漲 或其他限制價格行為 27號公平會再度召開座談會 要求廠商遵守公平交易法 沒有 我們就是盡量配合公平會調查 那目前是店內的持續也有都在供貨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長張恩生強調 根據公平交易法第14條 所稱的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 並非出現調漲事實才違法 只要認定有意思聯絡跟意圖就已違法 所謂的人為的聯合調漲 並不是要調漲成為事實才是構成違法 只要經過認定有意思聯絡 那麼有調漲的這樣的一個決定跟意圖的話 就已經違反了聯合行為 張恩生表示 根據近日媒體報導的訊息出判 業者可能已出判聯合行為 公平會將在3月1日開始 逐一約談每家業者進行宣導與溝通 如果發現違法業者 公平會將罰款最重可達營業額的10% 遠視新聞虎宋大陸台北市採訪報導 下次再通知 請 должна說 adden 按